和解以婚内与刁磊 和解以婚内与刁磊开房过夜 贺死明不得手段跟踪抹黑和解 最近和解疑似婚内与刁磊开房过夜的消息非常劲爆 就在11日有网友爆料出第一次有关和解和刁磊的恋情 被目击一同带娃出现 俩人显得很亲密 同用吸管和同杯饮料 刁磊绅士的为和解披上自己的外套 对和解的孩子斗笑宠溺 消息一出立马点亮了热搜 而和解工作室当天发微博称不参与八卦 12月16日演唱会节一次回应 一起来看看关于和解婚内与刁磊开房的相关情况 据悉作为本次事件的男主刁磊 曾获得两次婚姻 第一段婚姻开始于2012年 在2015年的时候分开了 同年11月份又与现任系统在一起了 两人谈于有一笔 现在也一岁多了 据爆料称和解与刁磊 9月份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而在11月19号的时候 和解匆忙离开了北京 而鼓手刁磊一直牵挂着自己的亲生儿子 趁和解离京的时候去看了汐儿 而又有知情者提供了一段贺子民 前往酒店准备锅间的视频 视频当中的贺子民自拍录制 贺子民更是在很早以前就因自己做的不好 从和解闹过矛盾 而本来想趁工作间隙会听缓和一下关系 却不料和解避而不见 而贺子民通过手机追踪定位到了某酒店 发现和解的车停在地固 与酒店核实了和解确实入住 贺子民怀疑和解同住的有其他人 但是从视频内容来看 并没有重要实锤 只有贺子民和人独白 不确定是不是演技超群 还是手中握有其他证据 而贺子民和和解的民通案可能面临二审 不知这是不是贺子民为了争夺抚养权的重要砝码 网友对这件事都持怀疑态度 都觉得是炸弹行径 为灵魂暗争夺财产和抚养权 负责手段的抹黑和解